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阿布达底 这个地方人家都要这么的去鼓励他的文化 但文化呢 你逃不过你的一个态度 我认为文化没见 你是逃不过一个态度的 这个态度就是你的文化现象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好比说咱们说的这个英雄啊 十面埋伏啊 乃至无极啊 这些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觉得英雄和十面埋伏 至少他是一个主流文化在里面 就是他有一个皇帝 对秦始皇帝的一段历史 那么十面埋伏呢 可能是情感背叛 这个就是里里外外 他会有一个主流文化 就像比如善恶 比如爱 善 他都会有一个大的主流文化 这个主流文化在某一个时期 他会显现出很清晰的一个层次来 但是呢 我就觉得呢 比如说 一谋 他就很典型的呢 现在他就是一个 很主流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标记 比如说你比如奥运 你说天安门版这个国庆晚会 你比如这个图兰朵到这个脑潮 他都是一个 就是说按理说 你说这个天安门那晚会用不着 一个电影导演去导演去导演 是吧 以前咱们我去过天安门那 都是大家自发在那 好开心 对对对 现在国庆也没找谢静去导演 对对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 那是说 他是需要一种章法和一种想象 那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这个改革以后 我们这个整个缺少想象力 说这个得找一个 有想象力的一个导演 那比如说这歌剧 从来都是在一个 很殿堂的感觉的这个来听 说现在这有鸟巢了 这鸟巢怎么使用 这要供很多人来看 是吧 T长足球肯定是达不到那么好的 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种 对他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 一个结合点了 所以就觉得 这些东西呢 我确实有点陌生 有点陌生 一谋导演玩的好 我在现场做报道啊 我就说啊 你看天安门广场上 拿多少万的这个群 整整齐齐 我就我这敢想啊 一般热闹 很难做到整齐 但是你看咱们 又热闹又整齐 对对对 盖苦闹 咱们细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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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